好 來這個中央館 衛生局跳過中央 尖堆會國 回來到中央 等級到檢疫 沒種種植來做採檢 已經有六個月時間 但是中央今天就公佈節目說 他不知道這個事情 不知道這個中央衛生局的作法 這個下令要進風處來介入調查 自己也已經做好了 給我批評的準備囉 聽起來的新聞來 但市長已經有公佈節目 講到中央採檢的事件 中央衛生局實體下採檢 回到台灣基加檢的對象 正好有六個月 中央根本就不知道 為了這個事情 中央衛生局局長 博恩佩 還跟台市長通過電話 我說你應該通報 那他說什麼 他說他覺得在科學上站著著腳 可是在行政上面 今天不是 我們今天不是在做研究 我們今天面對的是我們國家的 一個資源的分配 方向通則是不一樣的 那其實你應該跟我們先來報 正正後後 博恩佩會 只要檢測一千五百人 掩護他的費用問題 檢測標準 我開始看得到無三三 防疫的準則裡面還是會尊重醫師的判斷 那除非就是說這些採檢 那很沒有經過醫師的判斷 診斷直接就把它牽出來了 那當然的經費是要追回的 秋冬政風調只希望說 讓社會民眾有信心 不是變成政治的判斷這樣噴來噴去 方越應該是專民一條心 照到建勝北東